今天我们来看与君出相识的番外 与君出相识之常相守四五锦小马甲二 消失了大半天的小狐狸突然从外面回来 长一轻抬眼角 将目光从桌案上移到了门口 小狐狸似乎心情很好 长一的语气也不由得轻快了许多 回来了 听到她的声音 小狐狸是好的在她身边蹭了一下 随后目光溢向门口 想要她跟着自己出去 偏生长意起了斗一斗她的心思 只是腾出一只手 有一下没一下地摸着她的下巴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动作 急得凤九差点在原地打转 最后只得跳到书岸上 轻咬住她的手指 朝着门外的方向使劲 长一顿时觉得 一股奇异的苏马赶从指尖传来 强忍着一把把小狐狸掀开的冲动 另一只手放下卷轴轻轻点了一下她的额头 言语之中不免带上了几分宠溺好了不斗你了 先松开好不好 我随你去就是了 长一现在每日的乐趣就是斗狐狸 偏着小狐狸还日日都上当 凤九将人带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长一被眼前的景象惊到 只见原本荒芜的地方 此时被种上了桃树 枝头还开满了桃花 这北渊竟有如此漂亮的地方 自己怎么一直不知 长一看着小狐狸期待又得意的模样 一切也就有了解释了 看着长一开心的样子 凤九觉得自己辛苦这么久都是值得的 不枉费自己 从折岩的桃林一株株将它们移了过来 索性这些桃树沾了折岩的仙气 就算是被这样折腾 也不见有半分枯萎的迹象 反而越发的艳丽 长一找了个舒适的地方 躺在了这桃花花瓣编织的地毯上 桃花清雅的气味不时从鼻下滑过 长一侧躺着将小狐狸捐入怀中 终于在这安逸的环境中 两人睡了过去 十里桃林 折岩浑身发抖地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土坑 只觉得眼前一黑 折岩上神须得放宽心才是 不过是几棵桃树 现在种上 百年之后定会长得比之前还要好 况且这十里桃林这么多桃树 少几棵也看不出什么的 白真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样子 心中还是不免想着 这小九还真是调皮 一声不吭 居然就将老凤凰的桃树给挖了 看不出 这要不是瞎子 似乎都看得出 这小狐狸 还真是就可着一个地方可净挖 凸了这么一大片 折岩揉了下额头 转身回了屋子 算了眼不见为净 白真笑着跟在他身后 等人醒了时 已是夜幕时分 看小狐狸还睡得香甜 常意小心地把他抱进怀里 教人生性喜结 回了房里 将棉被堆成一个舒服的模样 便放了上去 自己则是准备沐浴 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水声 小狐狸抖动着耳朵 艰难地睁开眼睛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难免有些糊涂 寻着水声走到了屏风之后 一不小心就看见了美人出狱 吱 小狐狸吓得急促地短叫一声 伸出爪子 遮住自己的眼睛 实则眼睛则是睁得老大 长衣面上挂着笑容 随意将长袍的衣带竖起 胸前大片的胸肌还露在外面 看小狐狸 这掩耳盗铃的模样 干脆将其抱起 还沉迷在美色之中的色狐狸 突然腾空而起 爪子有些慌乱地在空中捂了几下 然后就踩在了一个温热 坚硬 却又有些许柔软的东西上 两只肉垫在上面踩了踩 小狐狸收回爪子 看了看自己的肉垫 又假装不经意间放了回去 手感怎么样 长衣的声音突然在寂静的房间中响起 显得尤为清晰 小狐狸下意识地点点头 随后又很快地摇摇头 凤九捕捉到了长衣眼中一闪而过的细血之色 天呐 她的大尾巴鱼 这是学坏了吗 小狐狸将头埋进她的臂弯之中 开始装死 长衣揉了揉她的脑袋 室内再次陷入沉寂 午后 小狐狸鬼鬼祟祟地打算溜出房间 长衣好看得眉头一皱 这几日 小狐狸总是晚归 有时甚至是快要歇息的时候 从门口悄悄回来 见她没有出事也只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是这晚归的毛病还是得治治 云和 今日早点回来 长衣头也不抬地对着某只狐狸说道 听到有人叫自己 嘴已经先一步大脑回了一句好哦 大尾 呜呜一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完 凤九就发现不对劲 想要发出平时的呼叫掩饰过去 可还是晚了 脚下一个没注意 差点摔一跤 喝长衣吃笑一声 看来某人这是落马了 手中忙碌的事情一刻也不停歇 让凤九有些拿不定她的心思 看来是瞒不住了 凤九变回人身 长衣余光 看到一双白玉般的双手撑在书岸上 抬眸映入眼帘的 便是那张自己日思夜想的面旁 一瞬间眼眶不禁泛红 满眼的委屈向是要一出来了似的 仿佛又变回了从前的那只大尾巴鱼 凤九伸手抚摸着她的脸 脸上扬起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眼眶却还是湿润大尾巴鱼 我回来了 对不起啊 让你一个人待了这么久 长衣不在意地摇摇头 两人对视两久 好不容易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凤九刚想要放下手 就被长衣一把扣住 又放到她的头顶 另一只手指着自己心口的位置这里很疼 所以要多摸一摸 凤九心疼地看着她 手上的动作没有停歇 单手撑在书案上这样会好得更快一点 说吧 就在长衣的唇上落下一吻 浅尝折指 可长衣并不满意 伸出舌头 无意识舔了舔嘴角 那蓝色的眼睛略带渴望地看着她 希望她能多疼一疼自己 凤九也回望着她 他们彼此的身影 都在对方的眼瞳里 清晰可见 凤九在内心长叹一声 她的大尾巴鱼 还真是勾人而不自知啊 随机柔软的唇轻轻印在了 她的额头 鼻尖 脸颊 最后落在她的唇上 轻轻吸引着她的唇瓣 灵活的香舌 撬开她的背齿 勾住她的舌头 与自己纠缠在一起 异样的苏麻瞬间蔓延 长衣无措的双手落在她的腰间 这是她的云和呀 两人都有几分微喘 凤九抵住她的额头 说话间两唇几乎又要碰上这样 有没有好一点 嗯 长衣颇为认真的点点头 饮得凤九忍不住笑了起来 长衣不明白 但云和高兴她也会高兴 于是也跟着笑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